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一集我們要做一點小小的準備 就是要把潛艦、潛艇 它各方面的分類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今天在找資料的時候 無意間找到我以前部落格 其實在2000年左右 我在Yahoo的部落格就有開辦 那後來大家也知道Yahoo倒了嘛 Yahoo他把這個部落格結束掉 找到的這個文章是我當時在Yahoo09年的時候寫的 然後後來搬到匹克邦是2013年 在這裡看到以前寫的文章 就覺得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 終於看到IDS要下水了 有點百感交集 小時候我們都常常說潛水艇、潛水艇 可是其實我們可以依照 潛航池的排水量來區別 雖然沒有那麼嚴格 500就是一個標準 但是大概500上下 就看國家把它命名為艇還是艦 大家都可以接受 500噸以下的稱為艇 500噸以上的稱為艦 所以像海軍的水面艦 井江級 他是500到700多噸的巡邏艦 那500噸以下的 像我們常見的光華6號飛彈快艇 他都100噸 像以前海鷗很小 海鷗飛彈快艇才50噸而已 所以那一類都稱為艇 500噸以下的潛艇 之前有德國製造的206、207 這一類的潛艇 因為德國在二次戰後 他製造的潛艇 一開始被限制在500噸以下 所以都稱為潛艇 那這一類的潛艇 雖然具備現代化的這些設備 但有一個共通的問題 就是因為噸位小 所以魚雷只具有一次發射的能力 就是6個魚雷發射管 就只能發射6枚 沒有辦法再裝填 射完他就要回港 再加上船體本身小 所以維生系統的維持能量也很低 他就跑不遠 所以他沒有辦法長時間潛伏在海底 所以持續的戰鬥力是不足的 對敵人的威脅性就低 這也就是為什麼海軍在執行IDS計畫的時候 一直堅持要大型的潛艇 要比照艦榮級2500噸以上的排水量 這樣子才有一個比較大的用兵彈性 我們才具有一個嚇阻的能力 可能可以埋伏到上海的外海 或者廣州的外海 對於對岸對解放軍形成嚇阻的能力 你敢封鎖台灣的經濟命脈 我們也可以封鎖你的經濟命脈 可是在台灣前一陣子有一些疑似 第五重隊的人 提出論點說 台灣應該要採購小型的潛艇就可以了 不要花太多錢建造大型的潛艇 真是居心叵測 我們常以潛艇的主任務來做一個區別 就是他的主要的任務是用來獵殺其他的潛艇 還有水面鍵 那我們就稱為是攻擊潛艇 所以他的編號就是弦號的前面 我們會加上SS 就像影片中大家看到的 這是海湖 那他的弦號就是SS794 主要的武器配備就是 魚雷、水雷、潛射的反艦飛彈 這樣我們就知道他是屬於攻擊潛艇 這一類的潛艇 不論是裁電動力的潛艇 或者是核能動力的潛艇 他都要求他的運動性 就是水下他的靈活度 還有潛艇的潛深 潛到多深的深度 這些要求來當作他的技術指標 另外有一類的潛艇 是專門以發射洲際彈道飛彈 為主要的任務 他就是彈道潛艇 那英文我們就會以SSB 來作為區別 那最大的特徵就是 他可能會在他的煩躁 就是指揮塔的後面 會有很長的一段 有攜帶洲際彈道飛彈的藏室 這一類的潛艇 都是潛藏在深海的時候 由海底發射核彈 所以目前擁有的國家 就只有美、英、法、俄羅斯、中國 另外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攻擊潛艇 加裝了潛射的潛艇飛彈之後 被稱為SSG 加裝了潛艇飛彈之後 潛艇它就可以延伸它的打擊範圍 不限於在水底、水面 而可以延伸到陸地 假如以動力來區別的話 一般常見的潛艇 它是用柴油發電機去續電 所以我們所稱的傳統動力的潛艇 就是柴油動力或者柴電潛艇 這一類的潛艇 從幾百噸到三、四千噸都有 所以是目前世界上潛艇的主力 柴電潛艇顧名思義就是 它需要靠柴油發電機來續電 所以等到它沒有電的時候 它就要開啟柴油發電機 它的噪音就會巨大 所以柴電潛艇它會受限於 它攜帶的柴油 還有它目前所維持的電力 來影響它的作戰的效率 所以柴電潛艇在海底潛航的時候 是用電瓶裡面的電 那等到它沒有電的時候呢 它就要上浮起來發電 它要有空氣 它才能開啟柴油發電機來運轉 所以後來就衍生出了一種叫AIP 就是崛氣動力柴電潛艇 它用了史特林主機或者燃料電池 讓它可以延長它在海底的時間 而不需要很頻繁的浮上來發電 以德國的212級214級潛艇為例 它用AIP來潛航的話 可以以時速4節的速度航行13天 但是這個速度也實在真的太慢了 所以在離電池出現之後 目前AIP已經逐步被離電池所取代 以日本的蒼龍級為例 原本預計要建造12艘 前10艘都是採用史特林主機的AIP系統 但是在最後兩艘就已經改為離電池 當成現在最新下水的大晶級開始 也全部採用離電池 影片中這艘是編號SS513 大晶級的第一艘件大晶號 它在2020年10月14日下水 在2022年的3月9日已經服役 這是引渡式的影片 就是交傳 所以可以看到日本最新的潛艦 也都採用離電池了 沒有再採用AIP系統 會提到這個話題主要是 最近又有一些人 就是疑似第五眾隊的那一群人在提說 IDS沒有採用AIP就是一項若武的設計 其實AIP系統問題很多 所以目前採用AIP系統的各國都慢慢的捨棄 那加緊在研發 用離電池來取代 尖酸電池 那這樣子無電量就加倍 就不需要佔很多空間 問題又多又複雜的AIP系統 那這樣就可以延長在水下的時間 潛艦的外型 一般當然是要採取流線型的比較好 可是呢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像我們的建榮級就是類滴 所以我們一般說流線型就是類滴型 像水滴的形狀 所以像日本的以前的矽槽級 也都是這一類的 但是這一類的船呢 雖然它的外型非常的流線 但是它在施工上非常的困 因為它在船體的每一個部位 它的直徑都不一樣 所以在船段在製造的時候 它每一段它的弧度弧形 直徑全部都不一樣 造成施工上的困難 而且艙內的空間 也因為弧形的關係 類滴型的關係 所以艙內的空間使用上也不方便 所以近年來裁電潛艦 大部分都已經走向夜捲型 也有人稱為雪茄型 就像那個煙草葉一樣捲起來 那種 德國製造的潛艦 大部分都是採用抹箱金型 就是頭比較平一點 最後一種分類就是依照船殼 船殼有分為單殼跟雙殼 大部分的潛艦都是單殼設計 就是它的壓力殼就只有一層而已 目前只有俄羅斯 因為它的船本身就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做到雙殼 那當然雙殼是更安全 可是這個船就會更大 所以一般雙殼的潛艦 都是核能動力的 就簡單的分類到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上面 最左邊的就是單殼設計 最右邊的就是雙殼設計 那中間這個是介於兩者之間 它把壓載水艙放在左右兩邊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部分就是 潛艦要下潛的時候 它需要注水 把水灌進去壓載水艙 那這時候我們就看得出 不同的船殼設計有什麼差異 這一集其實是為了我們的下一集做的準備 因為要講到潛艦國造 我們就必須要講到很多潛艦特殊的地方 而潛艦官兵在海軍裡面 一直有最優秀的人才著稱 因為在潛艦作業 操作潛艦的人 必須有3D的概念 而且要能夠忍住在這麼封閉 狹小的空間裡面長期的工作 所以潛艦官兵算是非常厲害的 從這幾集我們的介紹 大家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老共 中國一直非常忌憚 台灣取得潛艦 而我們潛艦國造現在快要有成果 可是卻有疑似第五重隊的人 不斷的在放話 包含有立法委員 有潛艦的官兵 也有很多號稱自己是專家的人 那所以我們才會開這個頻道 希望能夠在認知戰上面 我們不會居於下風 那最近郭喜博士啊 就是之前有上新聞 跟黃曙光前總長共同扮演 這次潛艦國造 最重要的幾個關鍵人物之一 如果大家對於最近潛艦國造 發生的這些事情 想要更進步了解的話 可以去他的頻道 看看他的心路歷程 好我們這一集就先聊到這裡 有空我們再繼續聊 拜拜